新冠经验控育的新制度对20号开始 将调整经济不用介理 采出到林家恩组织健康管理的政策 港医官政府配合中 用推动解封安心疫苗加以的活动 只要是接在港医官50位以上的民众 助人和一档的COVID-19以往下 带到500块的商品来供 保育的乡亲拥有来接近 当时也保育民众一定要 本来洗手指定个人卫生 广东来迈向着疫情过后的新生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自20号期 庆庆不用介理该为林家恩 庆庆也只是无尽忠民众 如果检验用性不需要通报以及介理 并建议进行林家恩组织健康管理 够快胎结果为阴性 也只是过日发病日 采出用性日已经直到10天 就能改度 建议有发生也只是合规的正常 日两天也只是买来 够下价掛出来时 在人条旧接 而且没法保持食堂鼓励 也只是疼风不良的重疏 跟日两天也只是买来够下价 疫苗加医解封安心 在4月30以前 如果你是涉及我们加医线50岁以上的 打任何一剂 我们都会送500元的礼券 那65岁以上的民众 再加码两剂的快塞 那就是希望在解封之前 我们做好各项的防疫整备 那相关的一个施打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讯息 都可以敲我们的合约院所 尤其是各乡镇卫生所都有这些种的服务 那在假日的时候 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假日设整的服务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在4月30以前 赶快做好准备 尤其是没有打次次带疫苗的 一定要来做接种 希望大家在解封的时候 都做好相关的准备 卫生局长到文化标示 为了安心开放 虎佑要没有完成基础制 以及没有接近过莫德纳BA.4.5次次代疫苗的人 应该尽速完成基础制 也就是既就接近一支对加者 以提升组合的防护力 该官为了打造社区防护力 本是接近在该官 50位以上的民众 接近人和一支 新冠危险业票 就能达到500块的资金 高磊兄亲 拥有接近 让医院专门 库民那天 要不要接近运动 先行行本 中来行该一关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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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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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